这什么事啊 陈屿出趟差 回来我跟她说我怀孕了 她被撕了我呀 怎么了 孩子不是她的 真不是她的 你可别吓我啊 不是个头 可是她跟我说好了 结婚前五年不要孩子 这还有两年呢 你当这事是银行地区存款 不到日子不许提前秩序 孩子都是缘分 可陈屿说孩子是归坏 是婚姻里面最讲究时机的事 你不要管陈屿怎么说 现在怀孕的人是你 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要 我不知道呀 这么大的事我哪想得明白 你觉得我要不要啊 周晓晴 你有个毛病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老是习惯把别人的想法 当成你自己的想法 别人要是说喜欢的你就好 别人要是讨厌的你就不要 但这个事你真得自己想清楚 你得对自己和孩子负责任 我跟你说啊 这事我真没办法替你做主 我还是不知道 我还是不知道 是什么好 起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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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打 打 打 你 妈 妈 老公 你回来了 你怎么比我还快啊 咱俩都没你妈快 我跟她说 我今天不去她那儿了 她就知道肯定是你要回来了 能不能跟你妈好好说说 让她别趁咱俩不在就自己来 来了还归着屋子还做饭 哥谁有个天罗丈母娘 谁也销售不起啊 说了呀 她就从每周四次 变成每周两次了 她是怕咱俩点外卖不健康 反正她跟我爸也要吃饭 她就来这儿坐了之后呢 拿回去一点 不麻烦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 卓小姐 你都三十了 你还要让别人伺候你到什么时候啊 结婚成家 你觉得你自己成家了吗 这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跟你成家了吗 我是真没觉得 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家住过吗 我一出差一出门 你想都不想就回你爸妈那儿 你从精神上就没离开过他们 我有时候都觉得 你不是没成家 你是没成年 不就我妈来做几顿饭吗 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不是 好 好 就是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的事 检测报告是昨天 怀孕只可能十八号 反正一个月一次 好算 你干吗这么鸣鸣怪气呢 那咱还要吗 随你吧 要不 要不先别要了吧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行 明天去医院 未成年当什么妈 啊 小潜 这次出差我给你买了个礼物 你看多可爱啊 多像你一样 还行吧 老爸 咱俩可说好啊 这手术是你同意做的 咱俩别事后再分车 我查过了 这手术是有风险 但是生孩子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从怀胎十月开始 就得处处小心 就算等到顺利生产 当个母亲也会很不容易呢 比起来这也不算啥 周晓晴 过来做一下术前检查 护士您好 这手术到底有没有风险 一般手术呢它都会有风险 更何况你这手术也不算小 得全码 那这手术今天能 能做吗 一会儿进去跟我看一下检查情况 没什么问题的话 能做 男士止住 手术做完了 今天做不成了 公司有急事叫我回去加班 这大周末的不能请假吗 不行 大活动 市场部所有人都得到 那这手术就 要不改天吧 我真的得走了 我送您吧 不用了 是不是正好有车吗 着急 那你慢点啊 哎 姑姑 你现在忙吗 你能出来跟我见一面吗 你跟我说说 我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 能有多糟糕 你想听真话吗 我得知道最大代价 才知道我出不出的棋呀 真话就是 生孩子是件特别糟糕的事 当了妈以后 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 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 什么身材走样 情绪变坏 这些人都不太好 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 你知道我出了月子的第一天 我突然感觉到 顾佳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 许子言的妈妈 我经常看见许子言 我就在想 他什么时候能快点长大 能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吃饭 能管理好他自己的情绪 能把我还给我 可事实上呢 是我离不开他 不过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软弱 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 能对你的孩子宽容一点 但是你也比任何时候都强硬 无论是我去求全 还是武力求和 你都不希望任何一点伤害 落在你孩子头上 你还会雷打不动地坚持健身 因为你害怕病 更害怕死 然后就是你 然后就是你 你努力想成为最好的自己 因为 你得赶上瓦碎超的速度 你说生孩子这件事 是不是很糟糕啊 你说的这些 我一样都做不到 那你怎么还从手术室里跑出来了 我最体面的 很晚 我最体面的 很晚 你也否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就洗你自己的衣服呢 因为之前你跟我说的呀 今天去暖房就是个说辞吧 一顿饭你和顾佳搭配合 你们什么意思啊 还有那天 从手术室出来你说要去加班 对 我没加班 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要留下他 我不同意 这不是你拍脑门的就能决定的事 当父母是多大责任你明不明白 不论是经济基础 心理建设还是动手能力 你哪点做好准备了 这件事没得后悔 杨比生难多了 你连自己都弄不明白 那你怎么当妈 我今天第一次羡慕顾佳 我发现人家衣服是活着洗的 人家家里有人生 我们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 那就是我们家也能热闹起来呢 要不要这事咱俩可以再商量 要不要这事咱俩可以再商量 但是只有一点 这件事就咱俩自己决定 行吗 怎么睡这儿了 你那破锁又打不开了 你就不能休休嘛 先起来 你看看 这不开了吗 你能开开不代表我能开开 你就不能换一个吗 这锁呀 确实有点紧 我不跟你说了吗 开的时候你要用巧劲 往上提一下 不能升开的 你要是还开不开 明天我就调整一下 然后再叫那开锁的师傅来 把它重新安一遍 你是 我不喝 谁赢了 刚才的比赛 白衣服 白衣服推赛 你是不是特别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是不敢要 我怕将来有一天这孩子跟我说 他最倒霉的 就是贪上个我这样的爸爸 我会想到你 你也是这样的爱 你不是吗 你就是不想要他 你不是想要他 你看看 我不是很想要他 你不是想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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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爸不一样 他也不会是你弟那样 老公 我给你做饭去 来了 你 你怎么又没打招呼 就直接来了呀 我上我自己女儿家 我打什么招呼说说 陈云 那 赶紧跟我走 快快快 干吗呀 去哪儿啊 还去哪儿 你们不着急呀 小秦都怀孕了 这赶紧上医院进党呢 我跟你说 别瞒着了 你妈早告诉我了 我高兴坏了 我一晚上我都睡着睡着 我想着 小秦你们是第一次没见 所以呢 你们别听我的 小秦 你把那一包卡拿上 咱们赶紧上医院去排床位 见到一大堆事了 一包卡在哪儿呢 在那儿 丑地链 对对 快快快 把衣服换了 快快快 跟妈走啊 是这个吧 对吧 这个啊 来 快快 快呀 干什么呢 快收拾 换衣服 你这怎么出门呢 来来来来 家属 只能进一位 你们谁进啊 妈 要不您陪她进去吧 得你陪啊 当然应该你陪了 听话 进来吧 才九周 我们医院还见不了党 您等十周以后再来做一个早院的筛查吧 在哪儿呢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那让你听听胎心吧 胎心都有了 胎儿发育得挺好的 都有心跳了 都有心跳了 老后 这是我听见最好听的声音啊 妈 你看这看都看不清 怎么就能听见心跳了 那当然 这也是我听见心跳了 我想它也是个生命啊 我说 陈宇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肩膀上弹得特别重 要倒大嘞 我去给宝宝挑挑 有什么衣服可以买的 顾佳跟我说呀 这些东西都得早买 是是是 买完了得洗 洗完了得晒 对对对 多晒 晒完了才能给宝宝穿呢 对 这网上东西质量有保证吗 我告诉你啊 孩子东西不能凑合 你不懂了吧 现在违品会上面有好多呢 你看这个 你吓我一跳什么呀 你看这个多可爱呀 你看 顾佳一直跟我推荐这个牌子 许子言一直都穿这个的 商场卖三四百 你看这上面才一百多 我 晓芹 差不多得了 生男孩生女孩都不知道呢 你现在买了没用怎么办啊 我买白色的呀 白色男孩女孩都能穿 对 我要再看看什么玩具啊 然后洗澡盘啊 你找一下 还有婴儿床 婴儿床要买一个的 看这个 怎么找啊 钟晓芹 咱家本来地方就不大 你现在买个婴儿床 摆哪儿啊 可以放我妈那儿呀 对呀 放我那儿啊 这孩子不能没有婴儿床啊 你看这个 它便携式多功能 我看 这好多样子 这上面还带玩具的 我看 买多大尺寸的呀 买 买这个吧 真好看 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些 那是 现在小孩多幸福 来了 来了 你什么时候 能把这个锁给换了呀 换 换 换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啊 老公 我可能得罪领导了 又在单位冒傻气了 可是我没觉得我哪儿做错了呀 那姑娘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那你怎么得罪领导了 领导想草剑人命 我新家张义来着 算了 你身上就这点傻气还招人喜吗 不过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是你非要生的 咱家可没老许他们家的条件 你当不了全职太太 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在单位可收敛点 别因为咱们怀孕了 就让人找茬把你开了 我可养不起 干吗呀你 咱家每天都死一个天 都是被你给撩死的 肚子里多了个人 你狂的不行了是吧 干吗呀 对啊 碰瓷啊 我打的可是头可不是肚子 想吃饺子了 都几点了 吃什么饺子啊 都赖我啊 是他想吃 宝宝 你爸嫌你事多 他想饿着你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你是想吃三拳虾黄饺呢 还是想吃黑椒牛肉馅呢 你问他 你问你出来 多难没请啊 快说 他想吃虾黄饺 好 别闹 干活呢 他让我包的 好 是 快说 真的吗 还得吃虾黄饺 你 你这蕴桶树没长法而降 蕴桶也听不到胎心 可以判定是胎庭育 怎么会呢 上次我都听到她的心跳了 我老公也听到了 而且那个声音特别清楚 怎么可能没了呢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 你刚开始有了胎心胎牙 但后面发育得不是很好 就没有了 这都是归属于胎庭育的一种 我建议你尽快排期要做轻功手术 否则你这耽误的时间越久 对身体的伤害也是越大的 我能不能再做一次B超 万一是你们没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B超的医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而且你这个B超绕了很久吧 这个检查结果也只是一种表象 以你现在的周术 实际指数应该比这个还高 不是的 不是啊 我不信 怎么我从那房间里一进一出 一会儿说我有孩子 一会儿又说孩子没了 我明明就感觉到她在我的肚子里了 我听过她的心跳了 听过了就是听过了 是啊 我也听见了 咱们都听见了 老婆 但是刚才医生都说了 做了这么多检查结果都一样 这是不会有错的 咱们现在啊 最重要的是把手术先做了 这样 你在这儿歇会儿 我去给你排队缴费 咱们把手术先给安排上 大夫您好 您好 那个我老婆可能需要做一个庆功手术 这是怎么个做法啊 暂时不行啊 最近的手术排期都满了 都满了 那什么时候才能做上 起码大概两周以后 两周以后对吧 对对对 谢谢你啊 不用谢 这医院轻功手术排期 都已经排马了 刚才跟我说 已经排到两周以后了 我这样 我给满哥打个电话 问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帮咱们尽快安排上 把手术先做了 我现在就给他打 好 喂 满哥 忙着呢没 是这样 我跟我老婆不是在医院的吗 我们来做复查 现在呢 好像情况有点不太好 好 后天就能手术了 不用担心了 担心什么 事情已然这样了 多留一天肯定对你都有伤害 多留一天 你还怕他又活了吗 我从来没见过你 为我的事这么积极 楼上楼下的抱 你刚刚公事公办的样子 就好像失去的 不是你的孩子一样 你肯定会 你肯定会想到 都要想办法 你肯定会想到 要从你肯定会想到 肯定会想到 你肯定会想到 你肯定会想的 这些人有了 你肯定会想到 有些人类了 我们八十七根 而且我愿意想到 就是你肯定会想到 现在由着自己的情绪 把事情的严重性扩大化呀 可能是真的没到时候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 孩子自然会来的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态度 你有没有想过 孩子都是有灵性的 他知道你不欢迎他 他知道你根本就不想要他 你 给 好了 不哭了 你看眼睛都哭坏了 你看眼睛都哭坏了 姑姑 我这事先不明白 孩子 孩子好好的 怎么就没了呢 我都听到他胆心了 你告诉我为什么吗 为什么吗 我跟你说 徐子言有一个他最爱的绘本 上面是讲 宝宝在天上选妈妈的 宝宝要是喜欢哪个妈妈 他就去跟上帝申请 说要到那个妈妈的肚子里 然后上帝就跟他说 生宝宝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 你可得想好了 你们是有生死之交的 你的宝宝 可能预感到有什么危险 所以他就悄悄地回去了 他是在保护你啊 所以你得养好身体 等着他再回来找你 好不好 你看他 从医生说着孩子没了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宝宝是选了我 但根本不想选择他吧 不是这样的 那男人跟女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陈老师心里肯定也很难受 但是他一个男人 也不能像你这样哭对不对 你现在就是太伤心了 就容易胡思乱想 但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要把身体养好 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是个系统ometer 是个系统ometer soci disorders 原来这么多人跟同医啊 没 没关系的 大夫您不都说了吗 这种情况现在很痛连 我会不会是最倒霉的那个 以后连孩子都有不了了 钟晓晴 一会儿手术轻功要不要留一个样本 做个基因检查 什么意思 就是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胎停育 我查 行 那在这边签个字吧 跟我进来吧 把身上的视频小灵 最放这个袋子里 不用了 我就放在衣服口袋里吧 行 那跟我去换手术符吧 来 慢点儿啊 慢点儿啊 晓晴 晓晴 你回来了 你说你做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妈说一声 这手冰凉的 快快快 快上床 快上床 我把那暖水袋啊 早都给你弄上了 一直在换水 保持很温 你呢 就把它放在肚子上捂着 真受罪 这 这汤 这炉子上还包着汤呢 妈 这箱子是您带过来的 对啊 这流产不跟坐月子一样吗 我得好好伺候它 我 我跟单位请了一周的假 真的 那好啊 那我连你一起照顾 妈 您说您这来了住哪儿啊 总不能让您天天睡沙发吧 我早都计划好了 刚才你爸把行径床都拖过来了 放那屋 我跟余住一屋 放心吧 好 妈 您说您来就来吧 您把她带回来干嘛这 晓晴都这样了 她喜欢梦 你让她分散分散注意力不挺好的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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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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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皮卡丘就在家里 哪儿都不去 你让她分散分散注意力不挺好的吗 喂 怎么回事啊 你等我去了再说 晨宇 你哑巴了 你说话呀 你要干嘛啊你 你干嘛呢 我管你回去吧 我妈说得一点都没错 孩子没了都没见你多伤心 多有仪式感 怎么着啊 你这要给你的鱼开谈做法呀 我不埋了怎么着啊 还等着你那猫把这坑刨了 把鱼吃了我 你别什么气都忘我猫上下 我做手术身体这么虚弱 你一天假都不清 你根本就不想照顾我 倒是不耽误你伺候鱼啊 真是对你失望 周小琴 你知道我为什么宁愿在单位上班 也不愿意会请假回来吗 就是怕跟你妈产生正面冲突 就这她还没事找事呢 她怎么没事找事了 她还不没事找事啊 我鱼前脚死了 她后点就端上一盆鱼了 她什么意思啊 她那不是故意的呀 不是故意的 我这鱼怎么死都坏点 谁拔的插销 她不是想省点电 她给忘了吗 省电 哪是省电不行啊 非得拔我那插销啊 她不知道那是活物啊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来了 陈姐 佳佳 晓芹 怎么 公公 你能先去楼下 帮我把打车废交一下吗 好 陈姐 你去帮她把车废交了 好的 怎么了 ,手好凉啊 这个时候最不能着凉了 你等我一下 好 快点趁热把这个喝了 其实这个时候啊 最应该的是泡澡 但你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泡 好 试试水温 水温合适吗 水温合适吗 怎么了 跟陈宇吵架了 他把我妈也给气走了 他把我妈也给气走了 肚子全是委屈 可是要说 又一样都说不清楚 没关系 你今天晚上跟我睡 来吧 来吧 陈老师 陈姐 您好 请进吧 佳佳 陈老师来了 你随便坐啊 谢谢您 来 来,请喝茶 谢谢 不客气 陈老师 来吧 不好意思啊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小秦在洗漱呢 我就不留你俩吃早饭了 你带他出去吃点好的 好好哄哄他吧 这有点难 他现在啊 两句话就急 对于这个孩子 他不是你所想的可有可无的 他真的是全心全意 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 可孩子突然没了 你有没有想过他心里有多难受 你到底了不了解你老婆呀 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大咧咧 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 他是为了避免跟你正面冲突 你要是真觉得他不在意 那就是欺负人 你 顾佳 说欺负人有点过分了 那你说我们俩 打我骂了这么多次了 其实夫妻之间 八成都是平淡日子 只有两成是大喜大落 这两成要是走好了 就能抵消前面八成的不如意 要是走不好 感情真的很难挽回啊 你说呢 说 晓芹 陈老师知道你在我这儿 一大早就过来接你了 跟他回去吧 好 晓芹 走吧 我带你吃点早点去 去吧 天马峰 把鞋换上吧 我给你带吧 谢谢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 口味不一样 不代表不知道 昨天是我做的不对 我向你承认错误 我给你道歉 行吗 我不应该那么说你妈 老人来帮忙 也是好心又受累的 我也不应该下了假 回单位上班 把你一个人骗在家里 咱俩结婚到现在 也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平平淡淡逛了 就这一个多月发生了这么多事 咱俩确实懵的 能不定有这么一孩子 忽然又没了 这么多情绪叠加在一起 两个人也都嚼着劲 我是觉得 就两天我在家里哪也不能去 我才想明白 孩子不是问题 孩子只是让我发现的问题 我们两个之间缺乏沟通 我们这个家也没有什么目标 我反思过了 从我自己这边 我没有任何规划 工作上 不推脱也不积极 就安于现在的工作量和薪水 生活上 我妈说女孩子只要嫁了人 就过上正常的日子 我认为我达标了 孩子 你说不要那就不要 可是既然来了 别人都生那我也可以生 可是仔细想想 有哪件事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 并且努力争取的 没有 你有吗 也许你有 但是你从来没告诉我 以前我们谈恋爱 还有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吃饭都是坐在一边的 我们恨不得 偷偷地把手 放在桌子底下拉着手 可是从什么时候 你就坐到对面就好了 点菜 上菜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吃完 最多评价一下菜的咸淡 我觉得你记忆可能出现偏差了 咱俩之前 吃饭是坐在一边的 那后来不是因为有一次 咱们去一家特别火爆的餐厅 人特别多 你不容易和别人拼桌 才让我坐在对面的吗 就像那天你问我 依附为什么我自己都单洗 那不是因为两年多之前 我喜欢了你两件真丝的衣服 你跟我说才让我别碰 算了 就当我刚刚说的话白说 你不错 我还能勇气 我还找不到 算了吧 你看 toner 我们将wy子是事情 说带我们家转的病 先 Initival 我老公 我渴了你去给我买个水呗 你选择的是第三十货道 凉茶 价格四点五元 你干吗呢 我妈说她要看看 你 不是 钟晓芹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隐私啊 她不看她不踏实呀 她倒是踏实了 你把我拔光了 你把我拔光了 老公 老公 你今天刚买的橘子 特别甜点 尝尝 我手不干净 你先放点吧 一会儿吃 老公 这是你新买的鱼啊 虎皮鱼 小琴 我跟你说我问了好几个老同学 陈尹这金子能活力是百分之九十五 没问题 我妈也是着急 这几条啊 都是幼语 你看她们身上的花盆 多清晰 多亮丽 等她们长大以后啊 她们身上的花盆就会逐渐暗的 颜色也会逐渐退去 就变成了一只只驮着背的老鱼 就像这人一样 那天你说 这日子越过越沉闷 没意思 其实变暗淡的不是婚姻 是人 就是这些机灵狗岁 对 才让日子变得越来越没意思 才让日子变得越来越没意思 老公 我真的三十了 嗯 你又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嗯 我三十了 嗯 嗯 你又没把窗儿拉眼啊 起来啦 周小姐 小秦生日快乐 青春永驻 三十岁 来了 是谁说三十岁以后的女人不值钱 这瓶面霜非常贵 比我八岁时候用的宝宝霜 贵了一千倍 它可以让女人跑赢时间 小秦 送你一套餐具 顾佳说了 三十岁之前拼数量 三十岁之后看质量 仪式感是没有放弃自己最好的账目 今晚酒店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你到底订的哪家餐厅啊 你不是需要仪式感呢 等你洗吧 嗯 说了你多少次了 这种姿势在车上坐着 你知道万一出事不知死率是多少吗 下面是陈先生为钟晓晴女士点播的歌曲 祝她今天生日快乐 你也有点的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你也有点的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下班 你在这儿等着我吧 我来接你 下班你在这儿等着我吧 我来接你 我要是可以提前走给你打电话 下班 下班 雷哥 我穿你订的那个餐厅 你订到了吗 雷哥 我知道火呀 所以我订不上 才请您帮忙呢 我老婆今天过生日 我就想带她去那最热门的餐厅吃一顿 您 好 那到单位咱们见面再说 来 你好 欧宾宾 你好欧宾宾 这是我们主打的新款 您可以看一下 你 好 你在哪 你 你 看 那就 有 一 你 这是 你 到 你 人 要快快乐了 祝愿 亲爱的 你这平时不太注意护理头发呀 头皮也太干了 你闻闻我们这洗发水 是不是特别好闻 我知道这洗发水 我好朋友也在用的 这洗发水啊不但特别好闻 还是弱酸性的 对头皮特别好 保护头发 要不一会儿给你拿一瓶 好呀 好 来 喂 妈 小心水 喂 宝贝 爸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万事如意 爱你一万年 谢谢爸爸妈妈 我看到你给我发了小时候的照片 太有意思了 不过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怕老的话 你就得赶紧要孩子 只有有了孩子 你就不怕老了 妈妈 我 我在外面呢 回去再说啊 我开始免提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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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去 看什么啊 你弄成这样不就是让人看的吗 怎么了 夸张吗 我觉得穿得像自己 比穿得像自己的年龄更重要 你原来那样就挺好看的 您好 要两条中华 软的硬的 送人的吧 那这拿软的吧 多少钱啊 两条一千五 好 谢谢您了 疼疼 不拿个袋啊 一块的 五块的 一看你就没经验 得了 送你了 确实是第一次 谢谢您了 你到工程 老秦 照理中的卖好了 干吗呢 别别别 你可是不是给 这不是让你给我吃的了吗 收起来 收起来 那是什么 我车啊 停在地裤了 你给我放车里 没办法 你选那家 太难听了 我还得打电我前面的关系 那些啊 蛋糕好吃的啊 应该好吃的 我今天吃过这儿了 真的 这蛋糕怎么样 我之前买了好 也算不太好吃 真的啊 小姐 这谁拆了蜡状啊 我拆了呀 谢谢你 我找到游街市中的感觉 好嘞 谢谢 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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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不请大家吃饭了 改天一定补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小琪 你是不是跟老公有约会呀 谢谢 谢谢 我开心了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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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早知道就不吃午饭了 谢谢 好小沉默 给你了 谢谢 谢谢啊 我最喜欢这个口味的蛋糕了 晃晓 我就是随便挑了一个 小琪 我来我来了啊 真不乐呢 谢谢 还有蛋糕吃 小琪都三十了 这么好的年纪生个娃正好 我不着急 我那个以工作为主 不耽误呀 咱们公司不会因为你怀孕 给你降薪调岗的 该生生啊 我支持 我支持 你看我 我都生完一个了 真是 真是 你再生一个呀 来来来来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不要相信老板催生的嘴 就在上周 我亲耳听到 他和人士讨论的招聘鄙 鄙视链 链条最低端 就是三十家以婚为育 随时都可能怀孕生子 那你的工作效率 还不如办公室的咖啡机 有一个孩子的好一些 但二胎开放以后 风险骤增 最好已经二胎在手 但工作年限也不多了 四十岁再没突破的 很多岗位等同于自动下岗 最后一周 三十家未婚未育 算是潜力股 要么专注成为孤独终老的女强人 要么闪婚闪孕 全凭运气 看见她们的时候 不得不承认我老了 起不了早熬不了夜 我的身体悠选保命扬生 原来青春真的是一种弘历啊 您 您在想 来了 喂 你好 对 我是 现在吗 必须今天以内是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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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过去啊 好好好 许总 我有急事先出去一趟 怎么每次都有事 蛋糕还没吃呢 小琴 你也贵的 对 贵的 对啊 真棒 谢谢师傅 您好 您好 钟女士 我给你先生打过电话 但是她没有接 所以就只能让你跑一趟了 现在情况算是乐观的 陈旭她是初犯 各种转召手续都很容易调查 她获利也就是两万多块钱吧 如果超过五万 就可以被定罪了 那么现在的处罚结果是 把假货没收 三倍赔偿 人呢肯定是要关满十五天的 我已经准备好罚款了 好 今天我们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好 过几天就可以直接去领人了 谢谢您啊 不客气 顾佳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好了 其他事你什么也不用管 麻烦您了 走 我们进去吧 若姐 你找我 嗯 把门带上 听说前两天 你跟刘浅见面了 前两天吃了个饭 给自己找后路呢 感觉在我这儿哄不下去了 喂 老公 你在哪儿 你能来接我一趟吗 你去餐结束了 嗯 那你先叫我车回家吧 我在一个雨影下这儿 离你有点远 我还没说我在哪儿呢 你怎么知道你离得我远 你们单位一般聚餐不 都在单位周围吗 我知道餐厅的位置 好 知道 好 吕总 我敬你一杯 来 一起来 一起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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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啊 我刚听老板说了啊 说你在老陆那儿呢 也不受待见 我这边呢 可能最近刚好有个机会 是跟新媒体接触的 你要是愿意 回头上边让我挑人 我可以带上你 我还是想买新闻衣线 我以前跟他一个组的时候 他就喜欢跟我抢人 我觉得我们俩的问题 是不是再有矛盾 是内部矛盾 能解决啊 你这腿往外伸 你还有这心思呢 陆姐 这饭不是我约的 那他怎么递的画啊 说你在我这儿不受重视 在操作台上被架空了 做兄弟的 已经尽力了啊 留个哪边 可不是什么你都想要的 啊 我就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他那么好的 要不我们组里 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 什么人事调动啊 项目选题啊 你是不是眼线了 陆姐 我都给你解释这么半天了 你还不相信我 我们就吃了个饭 没聊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我都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自证了 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你跟我说话什么态度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心 哦 您好 我上楼找个人 早下班了 没人了 我上去看一眼还不行吗 真不行啊 真没人了啊 跟我上楼下标都就搞了 係儿啊 首先我们去 memor起床 现在想想 这不是第一次了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说是工作性质特殊 但以前更忙的时候 就算漏掉了信息 也会尽快回复 到底是从哪天起 电话里没有了废话 微信里面没有了表情包 所有交流三个回合 五个字以内 一定结束 你是谁 还没有银ik 你这才是怎么办 ��你任不舒服 最后见的过程 到里面 你在家 怎么连成这样啊 我一下午给你打了多少电话 我给你回过去了 你手机关机了 坏了 我一路临着雨回来 到家门口连家都进不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门锁有问题 让你换一个 我知道这门锁有问题 但是我不跟你说了嘛 这开门的时候需要点技巧 你跟我吼什么呀 你上次说完了以后我就以为 你以为 你以为什么 什么都以你以为 你把我说的话放在心里吗 满脑子就是你那些鱼 说好了陪我过生日对吧 从下午就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不回微信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下午是真有事 我手机就放在剪辑台上了 你有什么事啊 制片人已经不让你剪片子了 什么事大事啊 连你弟弟的事都不管 陆姐 下午律师 都找不着你人 你没关门啊 关了吧 就心里边就不开心 丁木崴 来 丁木崴 你 丁木崴 来 皮卡丘 赶往前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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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快出来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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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过生日 我过生日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了 那门我确实是没留意 对 是不留意 不留意门 不留意猫 不留意我 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可留意的 我真想不明白你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要结婚啊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结婚 周小姐 当初咱俩相亲见面 我觉得你是一挺温柔 挺善解人意的姑娘 你们家有踏实 不像我们家这么无七八糟的 我结婚 就是为了轻松省心 就是为了过踏实日子 结果现在呢 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 这有错吗 都说婚姻是避风港 谁结婚谁成家 不是为了过个踏实日子呀 你这话就是放屁 都想避风谁当港啊 你工作上可以积极主动 在可可西里扎两个月都不嫌累 为你那惹事生非的弟弟充分散证 不嫌难 唯独回家到我这儿 最好一滩死水 凭什么呀 自从孩子没了 我每天失眠 我每天靠着这些耳塞在睡觉 你知道吗 你关心我吗 你每天睡得跟个死猪似的 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你这些鱼缸吵死人了 我受不了了 抱歉啊 这事要有你说得这么严重 你该看病看病 你跟我这儿找什么地方啊 能吃吗 不对 长这么花哨一定有毒 想什么呢 这叫神仙鱼 神仙 神仙 我刚刚瞎说的 我不是故意的 别怪我 神仙长得真好看 你知道这种鱼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吗 它和人一样 也是一夫一妻之的 所以要养就必须要一对 这神仙鱼还这么多规矩呢 要不咱俩也操一对吧 要不咱俩也操一对吧 我爸 你疯了你 快不到手术之后婚戒也没了 原来都是种浴室嘛 有一种婚姻 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可以遇见 就是越过越造型了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凑合了我们离婚吧 行 行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 明天早晨八点明正去门口 谁不去谁是顺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我的 说过的 经过的 错过了 难道 就算没爱过 是我忘了问 你有什么 才自顾自爱着 我也忘了我 应该快乐 无关别的 希望今后的每一天 都比今天好 每个人 爱你 老个女人啊 去好久要给 给福祖舞台 老个什么你得过 我娘说 你回来了 通验到什么 你真的不要回来 先生 通验醒啊 龙啊 这个 应该要领回去 通验 能够回来 二人 能够回来 不说好了八点吗 这都十一点多了 你别多想啊 我刚刚就是去做了个头发 化了个妆 每次都是我等你 今天最后一次了 好好三个小时不过分吧 结婚才三年多 有什么毛都不能解决的 要不我们回去 你不用回口舌了 我们离 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 财产是怎么分割的 我不会开车 车归他 房子是他们单位集资房 也归他 存款 存款有多少 三十多万吧 那你留点生活费 剩下归我吧 你同意这个分割方案吗 财产和房子一人一半吧 好 拿这份财产分割协议 到那边 把刚才你们说的 再重新贴一遍 你真愿意把房子送我一半 啊 故事在每天发生 刻进岁月的年份 一圈圈回忆拉扯着我们 生活它可不可能 永远爱情的口吻 遇见你我一直忙着一整 我送你回去吧 反正也得回家收拾工程 不用了 当相处有点可恶 谁愿意为谁多退让我 不意疼 这回咱俩的结婚成本 比别人都高了 老婆 说明这地方以后 咱们不能再来了 上这儿回见 我想你是我 最好的另一半 世界如何隐瞒 上车吧 我送你 你是唯一答案 体会我的快乐 安慰我的不安 将每一个当困难 都保证了小剑的你 书妆台归我 这杯子咱俩都喜欢 那就一人两个吧 这冰箱归你 这饮水机是你们单位发的 归你 洗衣机你要吗 那归我啦 吹风机归我啦 这扫地机器人你要吗 给你啦 音箱归你 电视机归你 你要看新闻 iPad我拿了 因为我要追剧 还有这些招财猫 你要猫还是要里边的钱 都归你吧 小琴 你能坐下来吗 咱俩说说房子的事 那房本上本来也没我的名字 你要是后悔了我也不勉强 买房子的时候 首付是我交的 但是后来每个月的月供 你也出了 这房子里应有你的一半 就是购房合同上写了 房本要明年年底才能下完 你看怎么办 算了吧 本来也是你婚前买的 我大不了回我爸妈家吧 咱俩就这么把婚离了 你妈能容你回去吗 这样吧 等房本下来 把房子卖了 然后咱俩再分钱 我没想过 你会把房子分我一半 我说了 这房子里应有你的一半 也就当是 孩子这事 给你的精神补偿吧 做了这么大一手术 身体再落下毛病以后 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呢 这两天我不回来住了 我会用最快的速度 找到房子搬出去的 你有空就把我的东西理出来 我回头自己过来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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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呀 小秦 昨天这日子没轮上我们 今天为我们的小树 先安排一个闺蜜温泉庆祝下 今天打扮得还挺精致的 你们俩怎么出门一晚上 都要带个箱子啊 生日过完 点精致啊 走 小秦秦 你没事吧 没事啊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远都七月了 半年都过去了 小秦 巨蟹 你狮子 不天秤 下半年就要接望迎接三十岁了 是啊 你看看他 哪像三十的人啊 就是啊 小秦 你是怎么长的呀 怎么长得那么鲜小 那我告诉你 他有秘籍 真的 他从小的时候 就爱吃方便便 一直吃到现在 所以仿佛啊 我会在这里 直到某个霹雳叹息 陪着你 我 也会 也会 跳往你 直到 人潮又占要 褪去 有一种婚姻 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可能遇见 就是越过越造型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凑合了我们离婚吧 别遇见 速度 加글 速度 加速度 好 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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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首先 你等了 你等了 来 妈 陈宇 吃了吗 没呢 才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 什么呀 你们最爱吃的燕多鲜 晓芹呢 她跟朋友去泡温泉了 那你赶紧吃吧 待会儿凉了啊 你去拿碗 再拿一个大的汤勺 好 这俗话说 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 他不回家 你说我今天给他把汤送过来 也见不着他人 你坐下 坐下 坐下 我来 我来 不过我怎么从昨天开始 给他打电话 就联系不上他呢 他手机说坏了 是吗 这年头啊 你什么东西没有可以 没有手机就太不方便了 我明天就给他买个新的去 陈宇 你真好 你知道吗 我逢人我就说 我们晓芹啊 替我找了一个好女婿 来 喝喝喝 味道怎么样 嗯 好喝 不过 陈宇 这个 有件事呢 一直憋在妈妈心里好久了 我想今天正好晓芹不在 得认真跟你说一下 您说 你看我们晓芹 也三十了 你是不是该送他一个像样的礼物呢 这个房子的产权证明年应该下来了吧 我跟他爸一直认为 应该在上面写上我们小秦的名字 才最好 你觉得呢 是了 天上啊 天上 陈宇 对 正好 好 来 来 来 喝喝喝 生日快乐 亲爱的 谢谢 生日快乐 晓芹 谢谢 本来还觉得三十岁特别遥远了 没想着过着过着就真的三十了 晓芹 你昨天许的什么愿呀 我就是好奇啊 你说女人一过了三十 她想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呀 其实也没有 好多事儿早晚都会发生的 人过没过三十没关系啊 你也没许什么愿 没许愿啊 顾佳 下一个就你过生日了 你是怎么想的 我就希望 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吧 你还缺安全感呀 你都快住进保险库了 你看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还有个不爱的妖命的儿子 就算是全职太太呢 你们两个的事业也是共同打拼的呀 还住在最好的小区 你这么说是不是太启人了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房子还欠着好大一笔贷款呀 而且现在 抵押给银行借款给公司 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公司的特殊性 可能你们没有感觉 就像是每天坐在火药桶上 不说我了 说你吧 曼妮 你也快到三十岁了 娶什么愿 我肯定就是想留在上海 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你们说如果我不留在上海的话 我又没有机会去香港啊 完了你 你要跟人跑啦 去香港就是晋升呀 那不只是地理位置上拉近吗 我觉得我跟梁振贤的差距 也没有那么大了 你搞没搞清楚 你师妹到底有没有朋友 她说她是单纯 我又愿意相信你 你还是那句话 在感情当中要保护好自己 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 我支持你 曼妮 有些时候 留在原地肉眼可见的不能变好 离开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 可能会更坏 但也可能会更好 朱小琪 你这过了三十岁 说话都变得有哲理啦 你这一过了三十岁 怎么就变得深沉了啦 我离婚啦 现在早上去办的 离婚正还热乎着呢 三十岁第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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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激素作祟啊 冲动了啊 事办的是冲动 但日子也是真的过够了 你们两个月真是闷声 办大事 可能从孩子没了我就动过这念头吧 难得 陈宇也痛快 估计她也早有这个心思了吧 大家都过够了 所以就多痛快啊 说起来也挺奇怪的 之前一直过不去孩子一坎 敲离婚章的那一刻 我一下就释然啦 还好我没有孩子 都不用隐忍着在婚姻里面 彼此到老啊 干嘛愁眉苦脸的 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 这是我三十岁最大的礼物了 为我高兴吧 干嘛呢 来 晓晴 我为你倒餐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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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离婚走了 至少我能住这么好的套房 不能太幸福了 三十更好 三十万岁 离婚走了 至少我能住这么好的套房